俄罗斯以雷霆之势进入乌东 美国再次强调 不会向乌克兰派驻军队 只是给泽连斯基去了电话 快跑 没办法 泽连斯基给普京去了电话 可是普京不接 万般无奈 泽连斯基做了电话演讲 大部分讲的是俄语 就是说给克林姆林公听的 泽连斯基说 乌克兰现在不是 过去不是 也永远不会对俄罗斯人构成威胁 只想为自己争取自由和安全的权利 乌克兰人民希望和平 并挣尽一切努力营造和平 关注土豆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 乌克兰后悔了 现在后悔有用吗 也欢迎将您的高见打在公屏上 大家一起交流 好了 长按点赞 我们接着看 陪我的国一起逆袭 乌克兰是如泽连斯基所说的 希望和平 并正在尽一切努力营造和平吗 这就好像一个故事 地球村里男人 俄罗斯和女人 乌克兰离婚了 虽然离婚了 但男人对女人还不错 不仅婚后财产给了女人 而且把很多重要的婚前财产 比如克里米亚 历史上一部分来自东欧的土地 军工 和武 也给了女人 这婚前财产 可是男人家里几代人挣出来的 两个孩子 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 也交给女人抚养 不仅如此 离婚后 前夫独立承担了债务 并在不断地接济女人 根据普京的估计 至少为2500亿美元以上 担心女人生活没有着落 男人还给女人安排工作 能源管道经过乌克兰 乌克兰收过路费 可以说前夫对这寡妇不错了吧 这村子里有一个村坝 平时带着一群小弟 北约 腰五鹤六 处处针对男人 和男人是世仇 但男人也不是好欺负的 实在不行就拼命呗 村坝也不敢和男人正面刚 最后答应男人的基本条件 不到他家门口找事 不碰他的女人 就是北约不东扩 但是女人看着村坝 那是典型的高富帅呀 英俊多金 比自己的前夫 那真是强到天上去了 盘算着 如果自己能和村坝到一起 那就是有了长期饭票了 而村坝天天也有事没事 就勾搭寡妇 说你只要跟着我 包你吃香的 喝辣的 寡妇心想 我现在是风韵犹存 如果嫁给了村坝 就是加入北约 那日子岂不是美灾 于是天天和村坝私混在一起 问村坝什么时候能结婚呀 自己啥时候能和村坝的小弟到一起玩呢 也就是加入欧盟 这寡妇心里急 可是村坝每次都笑而不语 说快了快了 马上就准备好了 村坝越不答复 寡妇心里越着急 心想肯定是自己没拿出态度来 所以村坝不放心呢 于是想了想 寡妇要把自己的重要财产 克里米亚送给村坝 和男人彻底撇清关系 被俄罗斯关闭克里米亚港口 男人一看心里急了呀 因为这财产是自己家几代人的心血 而且就在自己家门口 这要是给了村坝 相当于自己家门都出不去了 没办法呀 直接动手把财产给抢了回来 女人这下子恨透了男人 于是公开在各种场合对村坝表忠心 表示想要加入被约 各种发表对男人不满 而且天天虐待俩孩子 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 接着威胁让男人的事业搞不下去 切断途经乌克兰的油管 加收过路费 公然表态希望村坝住在自己家里 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就是在乌克兰布置杀伤性武器 而村坝呢 总是对女人模棱两可 甜言蜜语说尽 和小喽啰们成天起哄 说男人马上就要打女人了 说你再等等 我迟早会和你结婚的 迟早救你出苦海的 至于让我住过来 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你可以住我家来吗 其实村坝的小喽啰们都清楚得很 村坝根本惹不起男人 虽然男人没村坝有钱 但真逼急了打一架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 但看热闹不嫌事大 都跟着吃瓜起缝 终于男人忍无可忍 把两孩子抢了过来 说你们成天说我要打他 不打也说打 打也说打 老子今天豁出去了 女人一看这阵势 傻眼了 赶紧去找村坝 说男人都跑我家里来了 你不说要帮我的吗 你还等什么呀 村坝愣了愣 想了几分钟 对女人说 你还不上去还手 接着 村坝大声高呼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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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女人后悔了吗 后悔有啥用啊 女人说她从来没想过伤害男人 有人信吗 现在泽连斯基说加入北约 只是想找一个安全保障 乌克兰从来不想成为俄罗斯的威胁 说这个话明显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啥是北约啊 北约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是美国组织的保护欧洲对抗敌人的攻守同盟 而谁是欧洲的敌人呢 答案 美国已经给出来了 只能有一个 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干啥不重要 关键 美国需要给北约找一个敌人 证明欧洲需要自己保护 简单来说 地球人都知道 北约就是反俄同盟 当然 美国不排除后续有计划扩大北约 把反俄同盟搞成反中俄同盟 只是美国现在还没有搞成 也不具备这个实力而已 你乌克兰现在都要加入反俄同盟了 说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安全保障 这谁信呢 你都想让美国在你这个地方部署导弹了 说不想威胁俄罗斯 那你那导弹打谁去的 难道是打波兰 事实是 俄罗斯不打 乌克兰百般挑衅 最后终于如他所愿 俄罗斯出手了 可才几个钟头 泽连斯基就认怂了 给普京打电话 普京这个时候 哪里想理会泽连斯基 给你好话说尽 你当我是好说话 我现在刚动手 你就想服软 你服软我就要收手啊 有这么好的事情 怎么碰不到我头上 结束完电视讲话后 泽连斯基开始苦等 克林姆林宫的电话 此时他还真以为是 原来在拍喜剧 导演可以随时喊咖 编剧可以随时改剧本吗 就在泽连斯基等待的时间 俄罗斯准确地打击了 乌克兰的空军指挥系统 乌克兰军事设备与防空设备 完全失效 机场报废 此时的泽连斯基应该想到 一年前他信心满满地访问美国 他有三个目标 第一是加入北约 二是美国帮他解决克里米亚问题 三是想让美国封锁北溪二号 因为北溪二号一旦建好了 乌克兰的油管 就没有办法收购路费 没有办法从俄罗斯身上 抛羊毛了呀 乌克兰后悔了 现在后悔有用吗 对他的前两个问题 美国没有做任何答复 不过美国国部议员 向泽连斯基赠送了一本书 名为《轻度颅脑损伤》 也正是从收到这本礼物开始 乌克兰开始疯狂地挑衅俄罗斯 第三个问题呢 今天解决了 就在这开战的两天 还发生了什么呢 美国销往欧洲的天然气 超过俄罗斯 今天欧洲天然气价格 暴涨41% 美国的天然气 要比俄罗斯的贵得多 而现在欧洲经济 本来就不景气 为啥买贵的 不买便宜的 这都是泽连斯基的功劳啊 国际能源巨头 翘牌公司 21日发布的 最新年度液化天然气市场 展望报告认为 2022年 美国将成为全球最大 液化天然气出口国 如泽连斯基所愿 北溪二号给废掉了 以后欧洲要用美国的能源了 乌克兰的油管也废掉了 俄罗斯的羊毛也薅不到了 美国的能源商毫无疑问 2022年将赚得盆满钵满 这一切都是用乌克兰的废墟 和眼泪换来的 能源商会不会给泽连斯基分钱呢 但无论泽连斯基能不能分到钱 乌克兰民众是分不到钱的 乌克兰民众会得到什么 乌克兰周边的国家 已经准备了武装 但是这个武装 可不是为了帮助乌克兰收复国土 而是为了防止乌克兰人民 变成难民 跑到自己的地盘上去 匈牙利 斯洛伐克 罗马尼亚 法国等乌克兰周边国家 正在做准备 以应对可能发生的 乌克兰难民涌入 乌克兰可以抵抗俄罗斯的进攻吗 那是不可能的 刚有风吹草动 排名前100名的不好 跑掉了96个 还有四个不是不想跑 是因为涉嫌贪腐等罪行 无法出境 而乌克兰的官员呢 37名议员已经逃离乌克兰 当然 他们走的时候一致表示 我们爱乌克兰 相信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 会走出目前的困境 这些人都是说 自己有事情要出差 也真是巧 俄罗斯一打过来 他们就都要出差 泽连斯基对此非常愤怒 要求这些跑路的政商人士 在24小时内回国 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 当然 没有一个人听他的 大家也都知道 他所表示的愤怒 也就是发挥演员的本色 表演出来给大家看 毕竟 一定要拿一个态度出来不是 这些有钱的 当官的都跑了 乌克兰的士兵 还会去守护国家吗 那不是傻吗 就在这一时间 普京喊话乌克兰士兵 敦促乌克兰士兵 放下武器回家 普京的话 杀伤力极大 你们效忠的是乌克兰人民 而不是掠夺乌克兰 侮辱乌克兰人的政府 不要执行他们的犯罪命令 想想你们的父亲 祖父 曾祖父 他们曾经是为保卫领土 与纳粹作战 而不是为现在 在基辅掌权的新纳粹分子 你们应该放下武器 然后回家 乌克兰后悔了 现在后悔有用吗 一边是顿涅茨克 和卢干斯克 士气如虹 一边是乌克兰土崩瓦解 军性涣散 战争刚一开始 乌克兰就已经输了 其实对乌克兰来说 本不应该如此不堪 乌克兰有25万现役军队 有29万预备役军队 在边境集中了 约16万军队 这几年来 美国为了让乌克兰 充分发挥爪牙的作用 不断地给乌克兰喂食 乌克兰好歹也是 海陆空三军齐备 接受了几十亿美元的军备 但是这些卵用都没有 在俄罗斯正规军 还没有参战之前 从2014年开始 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 事实上独立 乌克兰武装部队 对这两个地区 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围剿 结果节节败退 硬是一个村都拿不下来 要知道 乌克兰的好歹是正规军 而当地的仅仅是民兵而已 不仅打不赢 还有不少乌克兰士兵 在前线倒戈 乌克兰脸都丢完了 其实打不赢很正常 打赢了才不正常 这就好比美国的正规军 在阿富汗一样 打不赢游击队 问题的根本 在于从2005年 橙色革命之后 乌克兰就已经死亡了 再也没有一个政府 能够代表乌克兰的国家利益 乌克兰后悔了 现在后悔有用吗 拜登为首 安排自己的儿子 在乌克兰做能源公司的董事 大批和美国关系 盘根错节的人 在乌克兰出任高官 整个国家成为了 美国的利益输送的跳板 乌克兰总统 不过是为美国 进行利益输送的棋子 泽连斯基 基辅大学高材生 舞蹈 钢琴 表演 剧本 创作等 几乎样样精通 就是没有任何政治经验 1998年开始 泽连斯基组织的舞蹈团 在前苏联的 各加盟共和国巡演 大获成功 成为家喻户晓的艺人 2011年 泽连斯基成为制片人 同时因为极具表演天赋 出演的多部电视剧 在乌克兰 取得轰动效果 2015年 面对腐败透顶的乌克兰政府 泽连斯基愤怒地说 如果我当总统 我一定狠狠地惩治贪官 随后 操刀拍摄了喜剧 人民公仆 泽连斯基在里面扮演一个教师 在电视剧中 这位教师因为一段 在与同事的争论中 怒对了贪污现象的视频 而一夜成名 乌克兰的网民们 被网红所征服 最后让他当上了总统 随后 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新总统组建了自己的杂牌军幕僚 彻底击败代表寡头利益的腐败总理 乌克兰后悔了 现在后悔有用吗 是的 我刚说的 这是喜剧人民公仆中的剧情 当时 泽连斯基还是一名喜剧演员 这个片子拍出来效果炸裂 泽连斯基成为了乌克兰的 头号国民演员 乌克兰人民无比地相信 如果让泽连斯基和电视剧一样 做上总统 我们的问题一定迎刃而解 是啊 他们以为生活就是电视剧 当然 人民公仆中也不会有美国 泽连斯基看到民心可用 参加了乌克兰总统大选 当时是一边电视台播放着 人民公仆第三季 泽连斯基扮演的总统 大刀阔斧的对抗贪官污吏 而现实中 是泽连斯基竞选着总统 为自己拉选票 哎呀 现实就是这么的魔幻 泽连斯基充分发挥着 自己的演员天赋 在总统竞选辩论中 他说自己一定能解决 乌冬地区的分裂问题 竞争对手绩效不已 你是个啥东西 你懂政治吗 你管理过一个村庄吗 你解决乌冬问题 你有什么方法 泽连斯基说 我有一颗无比忠诚的心 我一定能够解决乌冬问题 说完 泽连斯基啪的一声跪下了 然后生情并茂地说 我现在要在每个 等不来儿子的母亲面前跪下 要在每个等不来父亲的孩子面前跪下 要在每个等不来丈夫的女人面前跪下 我也请你们一起来 乌克兰后悔了 现在后悔有用吗 在场的两万两千名观众 被泽连斯基感动得热泪盈眶 全场掌声雷动 所有人都相信 泽连斯基能够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 泽连斯基终于征服了所有的乌克兰人民 当上了总统 注意 泽连斯基没有任何具体解决 乌冬问题的方案 但是大家认为他能解决问题凭啥呀 因为泽连斯基是最能忽悠的 最会表态的 所以大家相信 所以大家相信 他是最迫切要解决问题的那一个 也就是说 乌克兰人民是根据表演才能选择的总统 因为他想解决问题 所以他就能解决问题 这个说法成立吗 有无数人迫切的想挣钱 想就能挣到钱吗 一个公司要找程序员 是找最能拼命的文盲 还是找有经验的 那是挣钱难 还是治理国家更难 那是编程难 还是管理国家更难 乌克兰人民认为 能演好电视剧 一定能治理好国家 做演员比治理国家难多了 这就好比一些傻老板一样 未必相信有能力的 更相信能说会道拍马屁的 而乌克兰人民比老板好忽悠多了 谁更能表忠心 谁就更适合当总统 于是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喜剧演员 泽连斯基当上了乌克兰总统 天才演员泽连斯基终于有机会 把喜剧演到了世界人民面前 前段时间 泽连斯基通过乌克兰驻德国大使馆 告诉德国政府 你们应该向乌克兰提供对抗俄罗斯入侵的防御性武器 否则乌克兰就和你们绝交 德国政府估计是吓得半死 问泽连斯基凭啥 泽连斯基被问住了 你给我武器不是应该的吗 还有为什么 想了半天 泽连斯基说 你们德国 二战的时候 你们做了多少坏事啊 你们杀了多少犹太人 嗯 我就是犹太人 你们不应该对世界和平进行补偿吗 现在乌克兰人民对德国的怨气很大的 美国都给我们武器了 你们还能不给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乌克兰的历届总统 从优先科到波罗申科 帮助美国分化俄罗斯与欧洲 冲在反俄的第一线 无一不是靠发国难财赚宝了 但是 以泽连斯基的智商 究竟有没有赚到钱 但是不论如何 泽连斯基都是乌克兰人民在美式民主下 自愿选择出来的总统 那能说什么呢 现在后悔 太晚了 你以为你是编剧 随时有改剧本的权利吗 自己做的死 哭着也要爬完